空调内积漏水怎么回事 有个人说 他还空调内积漏水 而且还滴的挺快的 大家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了 其实小夏天空调内积漏水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去看看 比如这个空调 是个下午的 现在这个左下角 这边一直在滴水 滴的还是挺快的 这边也在漏水 看到吧 其实像这种滴的很快漏的很快 大部分都是戒水槽脏了 晚上堵了 我们直接把它塞开 拔开了就这样子的 下面就是一个戒水槽 我们看一下这个戒水 从里面水满不满 如果满的话 基本上可以判断的装毒 你看 这边全是水 正常的话 这里应该没什么水 看到吧 这个配置管就在这边 那我们直接用这个吸管插进去 然后吹一下 基本上就能解决啊 这里有小孔 好 好 我们已经插进去了 然后来吹一下 你们看这个水一下子全部流下去了 现在这里面就没有水了 吸入的水全部排下去了 清理完了 再用水倒在蒸泡器上面 把这里面的脏稍微给它清理一下 全部给它冲进去 你们看 这个水流得很快 再把它进去清理一下 再来冲一下 脏东西全部冲走了 这里就是排水孔 现在看了排得很快 说明这个空空调漏出的原因就是这个 气水潮跟这个水管的位置 空堵住了 我们只需要这样简单的凑理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这种情况还比较常见的 待会把这个壳子装好 这个空调啊 就搞定了 这个空调漏出的 这个空调漏出的